你中文針對付的 你跟我爭奪嗎? 你贏了我便怎樣來挑戰? 你之後要跟路上爭奪呢? 不是沒有關係的 華哥 你都回來做X的 什麼都與你無關 當我是傻的 對著華哥 請你不相親 態度好一點 看清楚牌子,哪個才是大哥,哪個才是檢查 看清楚 我不認識你以前豐集八佬會是店長 你來這裡誰是店長,搞清楚 你認清楚我的樣子 馬上認,馬上認 九成的夥計都很尊重我 都很給我面子,多謝大家 誰尊重我,我看得出來 誰不尊重我,做戲在這裡,我也看得出來 我看人看了幾天 誰是人,誰是鬼,我看得出來 我不需要跟你拗 要我推圖,我和你慢慢拗 拗到現在怎樣? 你夠我拗嗎? 你贏了我又怎樣? 我問一下 你之後的路要怎樣走呢? 真是好笑 我以為大家有多聰明 出來做的有多厲害 經驗有多厲害 原來到最後都是EQ很低 到最後輸的又是自己 對著華哥 麻煩你請你有禮貌些 態度好些 店長說你什麼 對不起 OK 可以了 可以了,放什麼 你扔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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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那些商人都做到 他真的做 他真的做 真的知錯 他真的做完 結束了 在我華哥這麼多經驗來說 我覺得哪些不明白呢? 現在的90後 剛剛讀完書出來做事 那些就應該不明白 因為他沒有人生經驗 沒有社會經驗 沒有工作經驗 就是說剛剛戒爛那些就不明白 剛剛戒爛華哥 胸襟講迫不怪你 給你多一點機會 幾十歲人你都不明白 喝多幾支奶 你看華哥說話真的很 我就是要你當中明白 我理會你 你不服就相信 我都要年幾兩年才慢慢升到這些位 我不是進來 有什麼和馬寡 我都要喊 我都是紅褲子來的 華哥那個人是這麼真 你想一個大哥想真些 還是想夠些 我不過我兩人都行 我兩人都行 不過對著真兄弟就真 對著假兄弟就假 哈囉